今天我们出去接两个朋友 就是说他要走国门回去的那里 然后看到这个画面 有好多军车都带着中国的 解散 解散 东城 云区解散 家人们 你们看这满地的砖块 就是前几天缅甸飞过来的炮弹 打中了我们的居民楼 我只是过来找老婆的 找到我就走了 这个就是难民的生活了 不疲惧 你不要吃东西 你别吃东西 我说我什么都要吃东西 要吃东西 我说我什么都要吃东西 我说我怎么吃东西 我说我把这些东西 我说我去吧 我说我自己看 我说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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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旅客 你 style 拿豬蓋 豆蓋 豆蓋來了 裡面是拿你來的 打麻豆菜 咱们吃饭 火锅 咱们吃饭 吃饭 咱们吃饭 咱们吃饭 坐起身 快起身 舀病 哦,战争年代是什么都可以赚钱的啊,这个老板了 一个手机干20号充满电视啊,哥哥哥哥哥哥,老板了啊,哥哥哥 对了对了,哦,拍对啊 好,这个老板了 因为缅甸正在这打仗 在边境上这样的破坊 以前没人租的 现在缅甸人过来都租到5000块钱一年了 很多的缅甸人要么过来打工 要么过来躲避战乱 要么呢 有的女的呢 就干脆的在当地找一个老公 嫁了 就不回缅甸 怎么看不进这个二把手海报啊 哪里去了 大老大家好 就是那天给你们讲一下啊 你看今天我又再次又来到15纳明年了 这边 我又来到这个缅甸缅北这边 这边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的嘛 中国南山是正方线嘛 那老街的缅白 这边老街的人啊 都是全部的白线跑到这边 在这边避难 在那对地呢 就进去了 就朝那个方向过去了 我又来到那边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